北溪管道爆炸让欧洲陷入了混乱 美国成了最大赢家 默克尔开粮药 欧洲能否起死回生呢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北溪管道爆炸正在给整个欧洲带来的巨大影响 近日啊 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管道连续发生了爆炸 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恐慌 甚至芬兰高官在谈到北溪管道爆炸事件时 直接晕倒了过去 虽然北溪管道爆炸事件暂时还是没有实际证据 证明幕后黑手是谁 但是欧洲面对暴涨的能源价格 以及现在难以解决的能源供应链问题 已经是焦头烂额 而欧洲的好盟友美国 正在从这场混乱的局势中 获取难以想象的利益 近日有消息显示 欧洲一些钢铁化肥等主要制造产业 正在将工厂和业务向美国转移 同时欧洲大量工业部门为了节约天然气和电力 正在大规模减产 有分析认为 欧洲很有可能会因此进入一个续工业化的时代 这也将给整个欧洲制造业留下永久的伤害 甚至最后自嘲 且又悲观的得出结论 随着时间推移 欧洲也许不再需要消费天然气了 要知道 这伴随着还有大量的资本 人才 技术等统统都要流向美国 恢复美国正在凋零的工业 看来美国这次真的是要赢麻了 而失去了这些的欧洲 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混乱之地 当然 欧洲不会坐视这种不利局面继续下去 近日 欧盟两大创始国德国法国都在积极的向俄罗斯寻求对话 德国总统公开表示 不会向乌克兰输送主战坦克 法国总统也认为 现在乌克兰以及欧洲与俄罗斯和平对话 才是唯一出路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欧洲终于知道疼了 也看穿了他们的好盟友美国 他的真实意图 现在也愿意对俄罗斯放下姿态了 与此同时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近日罕见露面 并且向西方喊话称 现在应该严肃对待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讲话了 特别是考虑到 目前欧洲的危险局势 现在应该考虑如何重新发展 与俄罗斯的关系了 众所周知 默克尔在欧洲有着巨大的政治声望 自欧爆发后 欧洲的民间团体以及民众 就曾向欧盟喊话 要求欧盟让默克尔重新出山 去恢复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破裂关系 现在默克尔的这番言论 估计欧盟应该是能听得进去的 而且据说默克尔和普京的私交一直不错 他担任德国总理期间 德国乃至欧盟与俄罗斯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能够达成协议 就是默克尔顶着美国巨大的压力一手做成的 这也给欧洲能源提供了巨大的保障 如今由默克尔除面代表欧盟与俄罗斯恢复关系 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 当然欧盟也必须做到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 以及停止对乌克兰输送军事装备这两点 才能让俄罗斯放心 接下来欧盟到底会如何解决这些巨大问题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